各位,厲害了,這個 偉大祖國果然真的強起來了 偉大祖國果然真的強到你要寫個福字 福是F-U,不是F-O-O-K,福,福U,即是好福了你了 真是福U,China,就是這樣了,不用說什麼 福得U,應該是,這是past tense,福了你,是不是 福得U,就是這樣了,不用說什麼 但是說最近一宗很軟的遠性新聞 作為國際新聞來的,就可以凸顯出,很凸,飛釘那種凸 強國果股,比超硬膠的壓服你,誤到你不服,厲害 這宗軟哥軟皮蛇的遠性國際新聞就是 這個聯合國教科盟組織就建議 將澳洲這個大寶礁,這個叫大寶礁 就列入一個憑危世界遺產名錄 它本身是世界文化遺產來的,現在變成了憑危 那就是不要去啦,或者撕你柴,不變成世界文化遺產 那你就死定了,這個聯合國教科盟組織就認為 這個澳洲這個代鼠國應對氣候變化力度不足 那就令到大寶礁呢,就逆招 這個生態呢,就加速惡化感化 而這個路透社就透露,就透露,他們收到封話 這個澳洲政府就認為,談話呢,是跟中國政府有關的 澳洲政府就指,中國政府查實在聯合國教科盟組織 核下三個委員會那裏呢,都有重大的影響力 而中國政府呢,更加是下個月,在這個中國複州 真是複州了這次,真是寫個複字,叫複州 複州,舉行的,哇,複州對著台灣的,對著台中的 舉行的聯合國世界遺產大會的主辦國來的 很多遺產,但我們偉大中國,世界遺產大會的主辦國 而負責主持大會的主席呢,還是這個中國教育部的副部長 他的名字叫做田學軍,哇,一個教育部的官員 誤人之大,不是誤人之大,不要說錯 是就是,春風化雨的教育部副部長的名字 這麼有殺氣的,軍佬名字叫田學軍,厲害了 總之言下之意,即是說,澳洲政府意思即是說 中國擺明,做澳洲世界,搞到遊客不再去大寶礁 去過都不去,未去過都不去,是不是 誤,勢力了,真是要,真是絕對的照 真是問你怕未,而偉大祖國這一招,絕就絕在 現在,澳洲根本是反駁不了,澳洲根本是沒有位置進去的 即是說什麼呢,即是即使,真是偉大祖國搞他,搞澳洲 澳洲都不可以說,這個是陰謀來的嘛,人家這麼偉大,是不是 是不是,有無私言,有則改之,無則加冕,是不是 這些牽涉到地球生態,我們明日世界的東西,是不是 而偉大祖國更加可以昂然地站在厚膠的道德膠地 在moral high ground,很high地站在moral high ground那裡,指點江山,激陽文治 奮土當年,萬戶後,曾經否到中流激水,浪壓非洲,哇,厲害了 甚至乎偉大祖國還可以另一眾擁抱普世價值,那幫人士呢,縮然起勁 每個給一個很大很大的like,是不是,關於偉大祖國這一招 哇,厲害了這一招,真是,這一招搞大部招呢,曾經做過,四個美國總統顧問 即是做過,列根,魯布殊,克林頓,還有歐巴馬,四位美國總統顧問的 Glyne Blastowars,就益述說,其實呢,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來 他就已經意識到呢,個中原機的了,各位 他說,他說,當年,他跟一些,跟中國有業務往來的美國公司 那些就deal啦,即是打交道啦,經常就跟這些公司的總裁 出差到中國大陸的,那就跟中國大陸的那些商界領袖啊 商務官員啊,一起開會啦,而他很狠快就意識到 中國的商界領袖,和政界領袖,查實和那些中共官員呢 是走得好邁,寫行邁的,那就是那種,那他還意識到 在中國大陸,如果你要令到其他人聽,教聽話 就不是通過官方的正規手段,也都不是通過法律途徑 而是通過非正式的手段去施壓,壓壓壓壓壓壓壓那種的 Clyne Blastowars指出說,在中國大陸,如果中共高官下達一個命令,一個指令 其他人是不可以say no的,是不可以的,說不可以的 也都不可以反對,是吧,只可以say yes,yes,直過中了 那是習慣,中共官員是可以通過非正式的途徑 去懲罰那些不聽話的人,教導你雞毛鴨血,啊,渣都沒得靜 相反,他說在美國,如果有一間公司做了些令美國政府不like的事情 美國政府就會公開譴責這間公司,然後美國政府就會提出法律訴訟 就是我們俗稱的see you in court,是法庭見,在法庭呢,就找呢 由法院,法官,陪森團去裁決,雖如誰對,誰不對,誰裁定,誰勝訴,誰輸呢 而在美國的法庭,那人家真的有司法獨立,就未必會判政府勝訴的 新加坡那種法治都很有趣的,99.99%都是政府贏的嘛 嘿,在偉大祖國更厲害,是100%的,啊,和包涵一樣,很厲害的 這樣啦,不過很少用的,不需要用劍的,就用包涵了 總之美國的法庭因為有司法獨立,就未必會判政府勝訴 事實上呢,在美國呢,美國政府,在美國法院,美國政府不時都會打輸官司 就是等於現在香港,不是之前香港呢,都有司法獨立呢 政府都會輸的,都輸不少官司的,這個就是看到這個司法獨立的情況 現在好了,現在香港是不要獨立的嘛 獨立這兩個字是禁忌來的,是不是 獨立關稅區現在都說是,就是,就是個別關稅區 獨詞運作關稅區,這些這樣的東西嘛,是不是 所以不可以叫獨立,獨立電影都不可以說的,是不是 司法獨立,一講獨立,一聽來都不行,不可以的 這個獨立一講,你就是法律,司法界的法官都想搞港獨 有沒有搞錯,是不是,不行的,是不是 那他說,嗯,他強調說,就是Clypestowitz 他很快就意識到,他經常都講意識到 中國的情況不是這樣的,和美國是真的考不一樣的 大家有事的話,在中國,是不去,不是去法庭解決的 電視認罪先的,通常都是,中國政府是不會把那間公司告上法庭的 而是直接命令那間公司做事 大家看完阿里巴巴的情況,看完這個美團的情況 看完字節跳動的情況,看完很多的情況 大家就知道,真是,這種就是更高段數的,是不是 但是,嗯,Clypestowitz說,加下澳洲,最近澳洲,面對中國 就是面對這些問題,面對這個世外高人,這個超級高手 通俗一點說,就是,這個是我講的,就是中國是不會明刀明槍 打到出章的,即是打到,張哲導演,大導演,那些百萬大道 即是,張哲叫百萬大道,順便說,他第一個呢,他的電影 可以有100萬票房,很多年前,當然 那些盤場大戰,打到,那些槍掉了出來,真是有的 還可以打的,你說厲害不厲害,總之是,明刀明槍,打到出場 不要出章,不是這樣的,而是會什麼呢? 吳聲吳聲,坐你暈正那隻,還說坐完你暈正 你都抓不到他手影那隻,你說多厲害,是不是賴害了我的國 不准說不是,現在Clypestowitz還舉了個更加典型的例子出來 一說呢,大家都明白,而且會興奮少少的 就因為搞歐巴,搞歐巴,大家就會開心,興奮些 搞什麼呢?不是搞MIRROR,搞奴巴 這個例子,就是2016年 因為美帝要在南韓部署這個撒得導彈防禦系統 引發出來的所謂,漢韓令,漢韓令 而在漢韓令底下,這個樂天集團,正式在中國玩能源 其他很多,歐巴,很多韓星呢,都沒有一口好吃 最近呢,早一年左右才解了限韓令,韓風二國 不用考慮了,中國大陸呢,那些,拍劇各方面 都已經有很多問題了,陰陽合同,范爺,范冰冰 這都糟糕了,是吧?真的要淨化,是吧? 但是講開限韓令,大家必須要強調 這個是來民間的說法,是沒有這件事的,毅命題來的 因為中國政府,由始至終,到現在都是 都否認又發出過什麼限韓令,什麼來的,是吧? 真的,而當時中國官方,即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耿爽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更加說,咦? 聽都沒聽過什麼限韓令,什麼限韓令呢? 哦,傻的,是吧?是毅命題來的,你出了一句帳 真是偉大祖國,真是厲害,是幻覺來的,無限韓令 總之,偉大祖國的武功,即是由此可見 偉大祖國的武功,可以說已經到了,哇,會飛的境界 出神入化的至高境界,劍仙的,出一聲,哇,騎上把劍 那種,情形就好像,不是熟山,情形就好像武俠小說家 古龍,金句這樣,古龍不下的,天下第一劍,謝曉鋒, 謝曉鋒,啊,開頭,大家看到三少爺的劍 這本書就知道,這本武俠小說就知道,神劍山莊小莊主,謝曉鋒 開頭就用柳永的壽司,今宵酒醒何處,要用柳岸曉鋒殘月 他就是主角,謝曉鋒,功夫太厲害,那就,啊,退隱江湖 突然躲起來,做一個叫小吉,不是這個,IQ博士那個小吉 他就做一個,呃,點小耳,叫小吉,啊,真是,很喜歡吉那些女生 就是叫小吉,就是這樣,總之,大家知道古龍是在香港出生 在香港讀小學的,所以跟香港都很有遠遠,總之好像武俠小說家 古龍不下的天下第一劍,謝曉鋒,啊,三少爺,謝曉鋒 他的境界已經到了什麼呢,已經到了,手中無劍,心中有劍的境界 總之是不用正式用劍,我的心劍已經贏了你,問你服務,就是這樣了 好啦,總在這裡特別要提一提,好多謝一位Mona,Mona,Mona Mona,她就提我,真的很深水清,這個地址呢,這個英文地址呢 那小弟呢,真是很大頭,那少了一個first floor,一樓的 那希望呢,海外的朋友沒有寫錯,要不然論論盡盡就麻煩 留意這個英文地址,這個英文地址,那就沒錯 如果海外的朋友想寄信來給小弟呢,就記得這個地址才對的 是這個地址,那上面那個黑色字那個呢,是不是 黑色字那個呢,就是email啦,那當然都可以是 在這裡看著,記住是first floor,那就,另外當然就 就好像現在這樣看youtube呢,都可以留言的了 那當然就,取英文地址,中文地址就是 香港上環江濤淘西,18至19號,右華大廈 一樓,保佑的右,右華大廈一直樓,至於適室的 那因為郵局有轉帝服務,就會給我的了 信封君園請寫明,852郵報好像都寫post by me的英文 這個,信封君園請寫明852郵報就可以了 就不要寫其他東西了,要不是收不到的 那總之很謝謝大家,也特別謝謝孟娜 提醒他,我就在做夢,就很心水清,漏了first law 總之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小弟一定會盡己所能,繼續堅持 很多謝大家,多謝了,拜拜